今天德云社班主郭德纲为了躲避粉丝 匆匆跑进了天津德云社 张云雷人高腿长 几步就迈进去了 郭德纲老师为了弥补腿短的劣势 就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也飞快跑进了门 而搞笑的一幕发生了 郭德纲老师跑步的样子 跟郭焚洋简直是一模一样 同样的小短腿手臂上扬 看完了郭德纲老师和郭焚洋的这个对比照片 大家都说这绝对是一家人 基因这个东西真是神奇 尤其是在遗传给下一代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父母有一方基因过于强大 导致孩子跟父亲或母亲的一方很像 跟另一方不像的情况 而德云社另一位演员烧饼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烧饼如今已经有了两个儿子 都跟烧饼长得一模一样 11月9号 烧饼的妻子再次晒出了父子三人的合照 感慨自己的愿望落了空 烧饼妻子晒出来的照片是烧饼坐在沙发上 抱着自己的小儿子跟大儿子一起看电视的照片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烧饼父子三人完全是同一张脸 同一个表情 就连尚且年幼的小儿子 那个眼睛和鼻子都跟烧饼一模一样 不少粉丝都调侃 天天面对三张一样的脸 饼嫂的心理阴影面积该有多大呢 更让人心疼的是 烧饼的妻子在生小儿子之前 曾经满怀雄心壮志 说这一次自己一定要战胜烧饼的基因 绝对不能再一次重在参与 因为烧饼的妻子颜值很高 如果儿子能继承他的基因 那绝对也是个大帅哥没跑 可是小儿子出生以后 让饼嫂绝望的一幕发生了 小儿子刚生下来 都还没长大 就已经跟烧饼长得一模一样了 烧饼妻子的心愿落了空 粉丝们都说 烧饼父子三人 这已经不能用长的像来形容了 这直接就是复制粘贴了三次 父子三人直接可以扮演俄罗斯套娃了 烧饼的基因实在是强大 这两儿子单从长相上看 跟自己的妻子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凡能继承妻子一点颜值 恐怕都会比现在好很多 不过两个儿子都还小 有道是女大十八遍 说不定以后会越来越像饼嫂 这个谁也不敢妄下结论 除了感叹父子三人长得像 很多烧饼的粉丝都说 烧饼看上去苍老了很多 让大家有些唏嘘感叹 当年德云社的混世魔王 一掐都出水的小烧饼 如今也成了两个儿子的父亲 一个男人只有当了父亲以后 才会真正成长起来 如今烧饼为了自己的孩子 为了自己的家 天天在外面打拼 确实是不容易 烧饼靠才华征服了观众 至于颜值不高 又有什么关系呢